人生没有假设,当下即是全部,人幸福的时刻,就要开心,等待幸福的时候,就要耐心,人生这条路上,能走多远,看到怎样的风景,能遇上谁,信后怎样的缘分,皆无定数,我们能做的,就是选择后不抛弃,放手后不愧毁,心刺莲花,万败信箱,人最悲哀的,并不是昨天失去的太多, 而是沉浸于昨天的悲哀之中,人最愚蠢的,并不是没有发现眼前的陷阱,而是第二次又掉了进去,人最寂寞的,并不是想等的人还没有来,而是这个人已从心里走了出去,苦是生活的原味,类似人生的本质,人生不在于活得长与短,而在于顿悟的早与晚,过去这种东西,如果你一直逃避的话,它或许会追过来, 可是,如果你去面对它,它就只是回忆而已,没什么好怕的,人生不会太圆满,我们要摆正心态面对酸甜苦辣,成长本就是夹砸着眼泪和微笑的退夜,可以开心的哭起来,可以难过的只知道嘲笑自己,当然也会快乐的笑,痛苦的哭,表情是一个变色咯, 总是在适当的环境下变化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